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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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瞻基抄小路维京这样的低级手段绝对不可能瞒过这位作战经验丰富的二叔 展开全文朱瞻基师父说 关于这个说法我觉得更加不可能 朱棣抢了侄子的江山用了大半辈子时间去粉饰自己篡位的行为 就是为了让世人觉得他是正统的皇位继承人 如果朱瞻基敢是富多类 那他的罪过比朱棣要大多了 朱瞻基已经是太子 当时的皇后 未来的皇帝 他完全没有必要做这样的事 我的观点根据正史记载 朱高赤驾东的时候 朱瞻基确实是在南京 但朱高旭为何会失守呢 我认为应该是皇宫里隐瞒了朱高赤的死讯 秘密召回朱瞻基 据明史记载 下四月以南京地屡镇命往举首 五月更臣 人宗不遇 喜书赵还 六月薪酬 还镇良香 受遗诏 入宫发丧 从这里可以看出 五月份朱高赤病危 用喜书赵还朱瞻基 六月的时候 朱瞻基回到北京良香 这时候受遗诏入宫 也就是说 朱高赤是在朱瞻基回京的途中驾东 所以 当这个消息传到山东朱高旭那里的时候 朱瞻基有可能已经过了山东了 对此大家怎么看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